悶蒸 注水 細心完成自己的手沖咖啡 能按香公所辦理 馬路好喝咖啡節 邀請喜愛以及從事咖啡產業的業者 透過競賽交流的模式 比拼手藝 技術 也希望讓鄉內的特色產業 能更推廣出去 咖啡在仁愛鄉 算是剛起步的新興產業 其中以中正村卡路部落 為主要產地之一 主人表示 部落種植的咖啡 大約落在海拔八百到一千一百公尺之間 加上地理環境和土壤 非常適合發展咖啡產業 在一百零八年成立產銷班之後 更積極投入咖啡業的推廣 這次活動也派出六位產銷班班員參賽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來自部落的好咖啡 我們當然要分享給所有的好朋友 所以謝謝所有這個活動 這個仁愛鄉舉辦 這個手沖比賽這個活動 希望能夠慢慢地 逐步踏實地推展出去 除了沖竹競賽 公所未來也會持續辦理 輔導增能課程 希望讓鄉內的農民 不只單純栽種 也能學習到更多有關咖啡的專業知識 進一步打開仁愛鄉 咖啡產業的知名度